你 阳光今夜在访老郭 三大女友起亮相 你看这三十年演员哪个最漂亮 除了那个都行我看 哈哈 除了我这也不行 而且拿你衬托的这三十好看的 都没边了 对 我这绿叶配红瓜嘛 从您的角度比他们三 您觉得更喜欢谁一点 他们三 他应该是一年喜欢一个 我说你不说笑声呢 导演编剧各有慈心 阳光调色滋得其乐 老子在里边多演一些恋爱戏 并且为他安慰什么吻戏之类的 我怕那女演员 让调子演完之后那女演员哪儿不来演 不但我 我今年呢我自己没听他的 我自己强行的安排了一段 我自己的 你这是膨胀了 对 我跟买红妹 奶奶 我们也有一段吻戏 买红妹电话传情 吐真言 那个跟我离了 我还不知道你下面找谁呢 我特别不放心 杨一哥暗恋过十年了 对 你这是什么追求 不是那个 暗恋你也没有用 暗恋你那是我的权利 但是没有实际 那那是那是 白暗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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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现场的朋友们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天际卫视今夜游戏 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开始 有请我们主持人郭德纲 谢谢 欢迎收看天际卫视今夜游戏 我是郭德纲 欢迎你们 现场来了不少的人 谢谢大家准时准点准点准时收看我们这节目 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做不到现在 这个大家都熟悉 这是我一个学生也是我们这一助理 这人叫岳云鹏 小岳 问你一个问题吧 您说 这个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 他们说尿尿 觉醒他们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 你说 第一件事情然后就是睁眼 然后就是看微博 有人喊你微博控 其实您才是控的 我现在也不老控的 我好多了哈 今天发微博了吗 今天发了 有多少粉丝了 六万多 六万多 咱俩加一块也 一百零六万了 您说的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 您也别天天问呢 我听了这么一个说法 您说 说人的每天起床是从悲剧开始 您等会 怎么了 怎么从悲剧开始呢 你瞧 早上起床之后看完微博 你要干嘛呀 刷牙 对呀 你们家刷牙用什么呀 悲剧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要说饭盒呢 早上一睁眼是从悲剧和喜剧开始的 您等会什么叫喜剧呀 刷完牙之后你要干嘛 洗脸 你们家洗脸都用什么呀 悲剧 哎呀行了 对不起啊各位 没吃药今天 洗脸用水呀 用水放在哪啊 插缸子里 我跟你聊到一块去啊 洗脸 这不就喜剧吗 喜剧啊 刷牙不这不就悲剧吗 是不 我觉得这一天开始啊 得从惨剧开始 早上有惨剧啊 得吃早餐呢 你躲开我这你 多好的包袱啊 这是一个高人说的话 也就是说人这一睁眼 是从追求惨剧开始的 但是呢 紧跟着就是喜剧 也就说人生是挺复杂的啊 这现在你都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好我现在正式的问你了啊 嗯 悲剧和喜剧在我们影视剧里 都会体现到 嗯啊 那现在拍戏其实挺难的 对 你最爱看的一个悲剧 是什么片子 三校才子佳人 他都说的我心缝里边了 这孩子也没看过别的 他们家就一张碟啊 三校才子佳人哪 嗯 说的什么故事啊 呃 唐伯虎 哦 谁演的呀 您呐 你觉得这戏怎么样啊 一般 一般人家出来都得说好 你得往好处捧一个 好 你觉得这个戏最好看的是什么地方 呃 是您演的 不是 最最爱看的是哪一个段落呀 什么情节啊 嗯 就摇底 就可以了可以了 不要再说了啊 在床上 你喝酒喝酒 后来没播 哎对 压根就没拍 哈哈哈 孩子很年轻 有时候说话都说啥实话 哈哈哈 拍戏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拍喜剧 但今年来有一部喜剧特别的好 天津卫视 连着播了好些年了 去传说这个戏能播一辈子 人家指着一个戏吃了 这戏叫阳光的快乐生活 嗯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看过没有啊 好 哦 你们爱看阳光 还是爱看三笑啊 三笑 哈哈哈哈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就除了今儿这戏都可以这么说 得亏没问我 啊 你爱看阳光还是三笑啊 我跟你说啊 他们就来这一回 你可见天跟着啊 三笑 哈哈 哈哈哈 呃 朱叶有专攻 而且来说艺术形式不一样 人家这是电视剧 那是一个小电影吧 嗯 那也都过去了 但是呢 阳光一直在继续 从第一部开始 到现在是第八部了 八部了 你都看过没有啊 都看过了 真的啊 嗯 这戏 你记住谁了 杨毅 哎 杨先生 杨先生 也曾经是咱们同行 啊 回来改孩唱昆曲了 哈哈 现在不能说是相声演员杨先生了 嗯 啊杨导啊 杨导啊 今天杨导来了吗 来了啊 我说咋刚才我这这么三七呢是吧 我们请杨毅老师出来跟大家见个面 来呦 请杨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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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 我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 也是同行 同行 而且话说回来 人家比我还大一辈 嗯 因为这个杨先生在相声界里边 虽说没有师承吧 但是人家家里边辈大 嗯 我这叫吴叔 吴叔 我喜欢你叫吴婶 叫吴婶啊 你现在导吃着越来越像导演了 没有 现在跟你比不了 你现在是如日中天 我现在是原来是说相声说的不行了 后来改名电视剧 您客气了 一个电视剧能做这么长时间 连着做八部 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 这在于坚持在于观众的支持 所以说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观众 离不开电视台 离不开所有的朋友们 在这里呢我感谢大家 感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借着今夜有戏这个栏目 旁边站着郭德纲 我也非常的荣幸 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 合家欢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好 杨老师的风格就是这样 能说能唱 而且来说 唱不行 唱不过你 您看下来 嘴干净啊 他掉门高 不行不行不行 你也不找我帮忙来 不你这么忙 还有时间看阳光 我感觉到差一点 我这个人也 我在家里净看今夜有戏了 上回 上回您来回一回 谢谢有戏 你们俩聊得特别的开心 特别好 今天又是您一个人来宣传您的新戏吗 一个人来有点单 上次是咱们俩在这聊了半天 对 反应广上你们两个人 剧组的人怎么没来呢 看着素了 对 简单了一点 今天所以说就带来了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大编剧 条子的扮演者韩兆老师 掌声有请 来掌声有请韩兆 来 你们健康在一块 你别做样了 健康你们在一块抱不抱不吃什么 你亲亲他 他现在脏了 别捣乱 这就是韩兆老师 他来我很高兴 什么味儿都不是 我不知道从身上出来 我怎么觉得你穿上军装之后特别精神呢 我一直也觉得自己挺精神的 他们一直这么看着 我想取笑一下 您说 这个代表的是您的年线啊 资历之类的是吗 对 我这是团职干部 我想问一件事啊 好容易来的戴衣人 怎么还戴的是男的呀 这妻子双声率不会特别高的 你知道吗 你喜欢女的是吧 我倒是看着关键观众们啊 你主要是 观众喜欢三校 有时候那个 就怕你挑这个女 有时候来了之后 叫撒男的 虽然说很有名气 观众很喜欢 可是观众视觉效果总觉得差一点 是 所以说今天带了我们剧组的最美丽的三位嘉丽 三位嘉丽 三位嘉丽 三位女演员都来了 我怎么谢谢您啊 不过那个见的那种面临过头 好吧 我们请三位演员都来了 请三位演员 大家见一面 来掌声有请三位 好 好 来这个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那是 你都看了出来 戏里的人名字 叫不上生活当中的人名字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第一部到现在的扮演者夏丽 对 夏丽 好 好 来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何一回来 李律勤 高兴正在您身边 这个是我们的小微扮演者上华 哦 真正是浪漫 他这个 你不要介绍了 可以了 闲着闲着 欢迎欢迎欢迎 没错 我也是 别倒了 这位是我们阳光剧组培养出来最年轻的演员 他叫张欣盈 张欣盈 好 欢迎张欣盈 张欣盈 这是我们三位女演员 你看这三位女演员哪个最漂亮 除了那个都行我看 看着我这也不行了 而且拿你衬托着这三个好看的都没边了 对 我这绿叶配红花吧 我想问一下三位 这个杨毅老师既是导演又是主演 在戏里戏外对你们三位谁更关爱一些 如果按照时间算的话 那肯定是我 因为我跟杨老师拍这个戏 拍的时间最长 对 上华呢 我觉得她不爱我 她因为她 我那么爱她 她放手了 所以我很伤心 没有 我喜欢 不是是小薇那么爱阳光 然后就是这个是阳光放手的 阳光因为喜欢小薇才放手的 不是不爱 那那衣服就是把夏丽忘了 没有 我说你讲这十个指头 摇摇哪个不疼 你讲的 但这十个指头有大还有小呢 它不一样啊 新娘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存在爱不爱 她是那个什么 是距离啊 是我那媳妇的一个女朋友 所以说她老在中间跟着那个搅和 哦 那这戏真快乐 那最后你们四个结婚了吗 没有 你说这戏还有第九部可以看是吧 那问问杨老师 从您的角度 对她们仨 您觉得更喜欢谁一点 她们仨 那她们仨那个 想好了再说 对 她们仨那个 我倒是那个 你想明白了 那个都喜欢 她自己不好意思说 问问韩兆 我哪知道 这她自己的隐私吧 我觉得要从我的角度来说 她应该是一年喜欢一个吧 我说你不说相声的啊 拍戏确实比说相声生活的好 但是你那也可以了 三校一下点了好几个啊你那 我那叫一个啊 不是今天还有余谦在我跟前 老师伦老太太对的啊 挺好 今天组里边三位女主演 两位男主演杨导演都在这儿 咱们得好好聊一聊 关于阳光第八部的故事 咱们坐着聊好吗 来 欢迎几位 好 阳光的爱情故事 这部由天津人编 天津人拍 天津人演 说着天津话的都市喜剧 到今年 已经是第八部了 浓浓的金味 让这道人生百态的大拼盘 成了无数百姓 电视餐桌上一道 不可或缺的喜剧大菜 教练 大折天穿这么厚的衣服 还不怕中暑 你看你看 不停老人家吃个蛋 你先把他放下来吧 你吃点 你站一会扭不了腰 你站时间长了 那可不就扭不了 您听见了吗 我们领导让我在这卸着 越让我卸着 我越不能卸着 哎 早上 抱我十分大劲 此次阳光的爱情故事最大的改变 当初彻底改变了系列剧的形式 用三十余集的篇幅 讲述了一个连续的故事 并且把焦点聚集在爱情这个主题上 曾经和阳光有过感情交集的美女们 纷纷回归 更让阳光的爱情来势汹汹 本期阳光就学身边三大美女今夜做客 和大家一起分享阳光曲折的爱情故事 今天特别开机 阳光快乐生活剧走又来的今夜游戏 这期节目相信特别的好玩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他们拿人钱了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介意也不管用 快过年了 今天春节在哪儿过去 今天春节还在天津过 你说这我特别羡慕 你也可以回去 我大16岁我就出来了 天津一进了腊月 年味特别的浓 小孩放泡的贴吊气的 老太太们拜年后 干完咱们这活我回去就贴吊气 今儿就回去贴一下 太羡慕了 就是年前就收工了吧 收工了 现在是都忙完了 戏也播了 也那什么了 今年 反正我每一年都是从天凉的时候忙活到天凉 就忙活着一点事 什么都干不了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你 在这儿在那儿我特羡慕 我你第一也年轻 第二也有那个精力 第二也有那个才华能马上滥跑 我现在真的达不道路 我们那个车推着呢 残疾 挺好 大十年前了 这个杨毅老师来宣传阳光 这是我们的第八部 第八部 这后部打算拍多少啊 只要观众还能坚持着看 只要我们还有精力还有体力 只要是 最主要还是领导的支持 天津电视台还有那个宣传部他们支持 领导的支持 把这句话搁在前面 我什么给你剪在前面说 领导的支持呢 我们大家在努力 就是说在我们有精力的情况下 能够跟观众一起成长 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一个事能做好的 我觉得这就是能力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就能把一件事 就是这世界上云云众生这么多的人 每一个人就做一件事 这个世界感觉丰富多彩 并不是说每个人要做八样事 十样事 我们这里边你看 他就做这一件事 写剧本演条子 剩下其他 他原来好像业余时间也说过相声 也说过 跟我也说过 但是票友喜欢 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也是这样 人家就干这一件事 包括我 这一年很少出去再说相声 现在真的不怕你笑话 再往台上说相声三个字 没自信 真的没自信 也不是 关键就是有日子不干着 有日子不干着 真是这样 找一合适的机会 我们可以合作一次 来来来来 我听了一个消息 吓我一跳 啊 说您这戏是全国唯一签约 考核收视率的 啊 这个是那什么 当初啊也是 电视剧 因为咱们拍个戏 不是说 因为咱总归是外行 咱拍个戏 拍完之后 让大家 看电视台说 怎么能就能说你这个戏 就买你这戏呢 我说我们签收视率吧 就这么签收视率 后来打那开始 我们签收视率的点还挺高呢 签多少 签最最低 以前签最低的是十二个点 现在是十个点 现在到八个点 现在今年应该是八个点吧 全国的前五 收视率的前五 得在前五名 你赶上三项才能给钱 大够呛 大够呛 就是全国同时间段 必须要保证前五名 有压力没有 有压力啊 哎呀 你没看 你看现在 好像还没怎么变老 有压力 有压力 怕有一天拍阳光100 嗯 拍阳光100 这好像是一张报纸 我怎么可以 上次就说买红妹要来 结果没来 今天也没来 他今天正好是在外 拍他那个片子 拍片子的 那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 上次碰见他好像 东北一个 一台露春晚的时候 我们见着了 就说了一句半句话 嗯 其实我特别希望他过来 他挺能聊天的 挺能聊 是不是 给打一电话吧 打一电话 打一电话 沟通沟通 问买老师正买什么呢 太过年了吗 是吧 喂 喂 您好 你好 买红妹老师吗 我 我是买红妹 我是郭德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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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在今天有戏的现场呢 今天杨毅老师他们来宣传阳光 我一直说希望你过来 但你怎么没来呀 您在哪儿待着呢 我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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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那好 那看完我的 你聊他 我 杨阳光的这里头的喜剧成本真的是挺套位的 没有发现吗 我们俩挺单配的 我太发现了 这就听懂了 我再去听见了 再去听见了 他是阳光当中就是他他跟很多女人有过故事啊 都都都来了 说说听听吧 嗯 但是呢 那个最终结婚的就是我编屏 哦 啊 然后呢 其他的女的就来 这个好容易的阳光结婚了吧 但是其他女的就来货掉 这结果呢 就让我俩又给离了 嗯 我跟你说的买红妹一笑话啊 他 他 你别撂电话 你呢 他那个什么他 每天他从北京来挺难受 完成之后开一房车来 这个房车的门呢是电子的 哈哈 到现场拍戏呢 买买来了吗 来了 赶紧上 我说人呢 他没出来 我说他成心怎么到了 现场怎么还不出来 哥哥我出不去 我怎么了 他这门打不开了 好嘛 他天天关那个车里头 我们这有个大小伙子 大胖子 完了之后把那门 嘎弄给拽开 他说不不不管 那你把它拽开 咱先干活 他倒是不在乎东西 我都心疼了那车 那么贵的东西 看他拽开了之后 愣拽开 拽开之后 下来拍戏 拍完戏的时候那门就在敞着啊 敞着走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 就不敢拿那个遥控再弄 拿遥控再弄 还让大胖子给关上 大胖子关上 我说要不他跟着吧 你再下来之后 买的车搭一胖子 找成人了 后来说什么呢 那个后来说 他说胖子不能跟着 这车里坐不下 完了之后呢 他说 他说都奇了怪了 到了北京 到了那个人家4S店那里 行 人家说挺好的 一摇奔开开了 一摇奔关上了 我怎么就成心到剧组捣乱去呢 完了之后 再回来之后 就那个什么 那个又得胖子拽 挺有意思的 你那车好点了 贝贝 他现在还需要胖子 现在还需要胖子吧 一离开阳光剧组的全好了 有了 谢谢您 买红沛老师 好的 有时间到我们这来玩啊 看着你的车来 我们这好些个胖子呢 各种款式都能挑一个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 好的好的 还有啊 能不能给我几句话的时间 我也特别想说 你说说说 那个跟我离了 我还不知道你下面找谁呢 我特别不放心 哦 那个什么 那个 再找也找一个 找不着比你再好的了 嗯 阳光九十年 胖子点媳妇 哈哈 这话我爱听 拉车门 你们想不想把街上的丑啊 好 好 早该说这个 好 来说说吧 没有杨毅哥暗恋过十年了 对 哈哈 你这是什么追求 不是那个 呃 暗恋你也没有用 暗恋你那是我的权利 但是没有实际 那那是那是 白暗恋了 怕那个什么 啊 零距离 这不也零距离吗 这不也零距离吗 真的是没有 这都没事 他们俩我挺放心的 不来这个杨毅哥的这个糗事 但是呢 希望我们的阳光 快的生活呢 嗯 播出哈 特别红火 谢谢 希望有机会再次的跟杨毅哥哥合作 我提到谢谢你 谢谢满满 谢谢啊 谢谢满满啊 好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满红妹啊 拜承蔡宇 对 说了很多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吧 对 八号子记得点这期挺热的哈 这个在剧中跟编评离婚了 为什么离得婚了 也是 都这样了 还为什么 都已经这样 是因为他们来自离的 还是他离完之后 各个方面的原因 哎呀 太多了 太多了 要不然你搅和三十多级 你没有 这要紧的事 你搅和不到哪 嗯 咱们说点题外话啊 嗯 其实我不想问 咱们编导说非常问一下 你拍戏的时候整是 就是 红妹也是要闹婚变的那会儿是吧 嗯 族里有没有情绪之类的不好 那个这个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坎坷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度过 正常的生活就是 其实也都是丰富多彩 他在拍戏的时候挺配合的 当然是我比他大 嗯 而且他呢 我们俩九十年代初期就认识 嗯 都是老朋友 他经常跟我矫腔 他就是 哥我这么了 我起不了那么早啊 这呢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 这也矫腔 韩赵啊 这也跟我矫腔 这都矫腔 这个 这都跟我矫腔 因为什么呢 我在那忙着这一趟 他们都起不来 都变成什么呢 就都变成撒娇式的矫腔 韩赵也是 我能起来 我能起来 你算了 我连拍戏 在导演 在干这些事 每天这三位大小姐 头一场戏得拍我 早上最早那场戏得先拍我三场戏 因为他们得化妆啊 让他们玩齐会儿啊 早上起来我先拍 拍完之后再照顾这三位大小姐 完事之后都是妹妹 都是这么好的关系 都是给阳光添彩来的人 怎么能跟人家矫情呢 就是说照顾她 我一会儿 她还演了个话剧 不是我能说一件 你工作比较忘我的事吗 太好了 就是我们导演工作起来 非常非常的忘我 就是忘我 把我忘了 我想着别人呢 她是真的把我忘了 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们在拍医院的戏的时候 反正也是巧 刚好那段时间 我们在拍医院的戏 也刚好那段时间我在生病 我每天早上打点滴 然后那种消炎药 就是打开盖之后半个小时 就不能再用了 就会变质 然后都问好了 可以打点滴吗 可以可以 人家那护士就是盖也打开了 那个输液管也都插好了 然后长期叫我来了 你先别打 那个马上要拍你 我说呦 这盖都打开了怎么办 没事没事 你先下去拍一场 拍一场上来你就打点滴 那下去拍了一场 说你就跑一会儿 20分钟就完了 结果那场戏 拍了一个多小时吧 那上来要废了 那肯定要换 用不了了 好 等我这点滴打了 40多分钟吧 那是早晨八九点钟 我就打完了已经 然后我就在楼上 我就开始等 按照通告单 应该是往下拍的 我就等了 等着等着 怎么还不拍 要不我睡一觉吧 我就睡了一觉 睡一觉起来该吃中午饭了 就吃中午饭 吃中午饭 还不拍 我又睡了一觉 一会儿张开一样看看 我又睡一觉 等我再睡醒 那时候已经快五点了 然后我就让别人去问 我说 我说你这样你下去 你跟导演说 那个什么我在这儿呢 你把他给忘了 他就彻底把我忘了 把他们都忙完了 我们俩再上 基本上 不容易 确实是这样 这几个女孩 你说怎么样 就得照顾 我们俩算主人 他们算客人 对 他们什么时间方便 他们去拍 三位的时间都很难协调吧 他们太忙 一会儿这儿拍电影去 一会儿拍电视剧去 一会儿这儿演唱会 什么舞的 我说您 咱上阳光这儿来 咱把那活捡捡行不行 还没告诉你们 不够吃的 对 他说没有办法 帮华 给的多吗 给的多 不给钱 还是很多的 跟今夜游戏给的一样多 那就是不给钱 谁说拍戏拍我的戏 我给的多 知道吗 真的 我正给的多 我们现在也是 来不及点 我就去找自己人拍戏 我老怕能骂街 我来 是吧 太好了 给的多 因为不是我投的 那个什么 确实 张欣益在现场闹吗 他不闹 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 他目前还 快发展快闹了 再有两年 快膨胀了吧 没有没有 有一过程 开始都没事 慢慢就膨胀了 那是德云社 张欣 张欣 把韩赵老师 请到后面去打一下 吵猫 多客气 阳光系列剧 拍了第八部 老百姓喜欢 尤其天津老百姓 更爱看 说的是家门口的事 观众捧你们 表扬你们的话 都听到过没有 看阳光 就你能找到 特别多的笑点 就 就打开电视 只要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 真的看到 杨老师这个人 你就特别想笑 他就长得这样了 你自己导演 这什么态度 我那演员 没有敢这样说话 不是 不是说 杨老师这个气场 一出来 那就必须带动全场 你想到过跳槽转会 到别的公司 去做一下吗 这是德云社 挺缺文的 你愿意来吗 我们走了几个 你愿意上我们这来发展吗 没有 我还是觉得杨老师这儿 我们今天有仨戏 有俩电影 你要来吗 你再学习一下 我们今天是七个电影 还不交出你 你要交新娘 那忙着我 别逗人看 你老师 我可没说啊 不如小 你看夏立 小微越长越漂亮 越长越可人喜欢 所以说感觉 他可没提你 不是 他是今年新来的 去年跟着演一点 弄得挺好的 今年又跟着上来的 这肯定是 你看 这孩子长得多美丽 真好 那韩照怎么越长越那 那没办法 咱俩又长越像 他们都说你随我啊 不许瞎说啊 笑 我认了 我不认你 刚才说了半天 都是听来的好消息 这个捧了那个捧了 有没有骂 有 很正常 因为这个戏 不可能每一个艺术作品 被所有人都喜欢 这是做不到的 对 有人喜欢有人骂 这是正常的事 有人骂 嗯 就是说有人骂呢就是 目前现在还没听见 你看有人骂你我听见 我还没听见 我骂你你听见我骂 说的不是骂 是批评的意见 对 很正常 每个人理解的角度 欣赏的角度不一样 嗯 许人家不爱看 对正常的 啊 再好的菜有人不爱吃 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参校才的家人 现场放的时候五百多人 有一个不喜欢 不喜欢不喜欢嘛 是吧 嗯 我没往心里去啊 好像是有一个喜欢的吧 不许那是我 阳光第一步的时候 二十几讲了二十个故事 嗯 可以到到现在第八步 咱们阳光爱情生活的时候 还讲了一个故事 嗯 对 活着是吧 对对对 这是他的创业 我们大家一起研究 领导说 一开始是一集一个故事 一集一个故事呢 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一集 三集一个故事 两集一个故事 后来发展到五集 到了阳光期的时候 发展到十集 十二集一个故事 后来说 你们能来一个整个的吗 嗯 今年就来一整个的 今年就来了 越来越像电视剧了咱们这个 嗯 嗯 不是单元剧系列剧了 对 阳光在这里边就是一个小人物 大家都知道啊 秉承着小人物大英雄 这个概念来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里边好像这小人物成了外人迷了 大歌星啊大美女啊 嗚就封上来了啊 这个其实我们观众也挺愿意听你们聊一聊的 嗯 杨老师 韩老师 其实这个 有意思没 我这直到你说 你别往那直 不是 我觉得好看的戏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你让观众猜着这就没意思了 而且咱们经常看这个很多国外的戏 都是一个男同志 包括你看葛游演的戏 他的葛游你说要气质 要身份也不是多么优秀 咱说实话从男人当中来说来 就是咱们这形象都算一般人 你要说你们就说你们 你不要把我牵扯进来 不是 你算个爱 对吧 咱弟 你个低点 我算精神点的嘛 他算神经点的 我能不说话吗 我比韩赵怎么样 真的 你比较一下 你就站起来比 有本人咱站起来比 我觉得我还是挺有自身优势的 你也应该再跨一枪的我后不跟着 咱们这要往哪去了 我后不做 老师 您需要我的鞋放 你站起来赶紧出 咱们坐着 坐着坐着还差不多 那你能站过车后再来吗 好 我们编导上问您一问题 你愿意 让乔子在里边多演些恋爱戏 并且为他安倍什么吻戏之类的 这肯定不愿意 导演编剧各有私心 阳光条子自得其乐 导子在里边多演些恋爱戏 并且为他安倍什么吻戏之类的 我怕这女演员 让条子演完之后 那女演员脸不来了 我但我 我今年的我自己没听他的 我自己强行的安排了一段 我自己的 你这是膨胀啊 对对 我跟奶红妹奶奶 我们也有一段吻戏 立军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 你堕落了 才能出现在就全部 我害怕这女演员 让条子演完之后 那女演员脸不来了 我但我 我今年呢 我自己没听他的 我自己强行的 安排了一段 我自己 你这是膨胀啊 对对对 我强行安排了一段 我自己的吻戏 是说咱俩那段 我跟他有一段吻戏 哎呀 然后跟这个 我跟奶红妹奶奶奶 我们也有一段吻戏 立军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堕落了 他的故事喜剧嘛 发展到那时候斗根吧 你瞧 你这韩戏都算是喜剧吧 我都是安排的 我写戏嘛 我就可以设计他们强行吻的我 我是受害者 有意思吗 我怎么记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问一下立军吧 他那个特别主动 那个就把嘴掘得那么高 还闭着眼 然后我们俩就是那个 那没办法 导演也同意他这种创意了 导演也爱看这个 过了电视剧的吊着眼睛 你把我拖出去了 来一个 我跟你说 我绝对保证我真没挨着 没挨着 你是遗憾吗 不是遗憾吗 我留着篇子 有两下挨着的 我给剪下去了 那是挨的脸 那个要挨嘴的时候 就到跟前吧 我一下我就给躲过去了 干嘛要躲过去啊 因为我还没嫁出去呢 因为这事以后 那不好说 你说生活中还没嫁出去呢 亲了他就 嫁不得人了 更嫁不得人了 但是占一个女孩的角度考虑一下 对 谁不在乎名声啊 你在问一题外话里面 如果可以自行选择吻戏的话 你是愿意挑杨毅老师 还是愿意挑韩照老师 再加上他吧 不必 不必 不让他够不着 你这就 那又不得人了 那个吻戏啊 其实 你埋在心里就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别说出来 要不太伤人了 以后还得一份写东西呢 说吧 你都听着呢 我其实我们在拍第一部的时候 我跟那个导演 我们吻过 那个是真的 那是真的 那个是 是一次在雨里面 在雨里面的戏 但是剧本的提示 只是两个人拥抱 然后就是下的 就是我们是人工降雨 造的很大很大的雨 那当时也挺入戏的 我 其实我就还是按照剧本的提示 就想着一个拥抱就好了 那谁知道 抱 抱完了之后 杨老师 他那会儿太熟悉了 然后就把我 吭一下就转过来了 然后就那个 真吻了 说笑话你能来这吗 对吧 关键是连活了也不干 看活了我不干 幸亏是夜戏 而且还下着雨 其实我那时候 闻了一夜 脸已经特别红了 闻了一夜 闻了一夜 反正挺长时间的 闻完了以后 说了一声夜 他们摄影师什么的人 都很投入 没人喊停 爱看 不是 因为雨戏啊 因为雨戏啊 那个监视器导演 都离得老远的 线拉的老长 我们俩那 那镜头都推上去之后 怎么没人喊停呢 都爱看呗 那那那 哎呀 现场一万多人 反停怕你不高兴 是啊 当时 当时我没客气 闲着也闲着 过了回了也 得了 你受累了 散华 嗯 这戏里有吻记吗 也有 有 也是跟杨老师那样 但是我还问过那个编剧老师 我说这本戏 您设计的时候 真不是导演设计的 啊 哈哈 不是 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四的第四不是也好有 今天第四不是有 杨老师吻了好像 我已经忍了好几年了 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那样 这小戏拍的也是吻了N多遍 对 我说不行 老师这出的问题 那出问题 反正就是吻了很多遍 这谁安排的呢 我安排的 啊 哈哈 你真诚实 要不然现在他们要 这些都是阳光的观众 他们代表了你们的收集力 咱们代表你们的收集力 你们愿意看吗 谁 你们愿意看上华和谁啊 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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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后面的也是吗 小月 小月 小月跟谁啊 上华啊 这小月也不好说 上华自个儿挑一个行吗 行 上老师请你选择一点 就这一碎这块 你看台上台下都行 你挑一个吧 你别往前站了 别往前站了 别讲话 别讲话 哥老师 上完 亲一个 哥老师 来 别别别 别停 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你就捣乱了 说人家族里面不行 你要敢过去 我把你腿打断 他是你们架的 是吗 上华 哎 玩笑 说玩笑 如果让你挑一个的话 都算上啊 你愿意跟谁拍场吻戏啊 行 老师 行 要看吻的级别 是什么吻 是碰一下 还是 如果说碰一下 你愿意碰谁 愿人跑 你那几个回答 会决定你们这戏的收入率 你看我干嘛 仅仅碰一下的话 他愿意选择韩赵 对 比这个碰一下 带人写会一点 再深一些 那你愿意选择 我就不扭头了 然后亲着索迹白捏的 愿意选择谁 我老师 你勾了半天不就这个 他就往导演这儿吃的 他脸都红了 你勾了半天不就 别跟人开玩笑 从调子到鱼 横子到你 最后咱俩选择 最后咱俩PK一下 有劲了 张欣义 师傅 这事儿就说说啊 那就来吧 你们出一个人 我们出一个人 好吗 再赢了准备 行吗 好好看啊 你看孩子高兴的 自个儿只咬嘴巴 今天我们阳光的爱情故事 剧组主创人员做个新演戏 聊聊戏里的事儿 聊聊戏外的事儿 我觉得挺好的 以前这几部呢勾了大伙不少 塞帮子 在这个里面呢 这些主要演员都回来了 我觉得会挺好看的 今天来的是我们的导演编剧 我们的几位美丽的主演啊 其实组里还有很多人物 藏龙卧虎 据传说今天还来了一位大人 其实这是我们剧组的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 最伟大的功臣 就我们大家每一次听到的音乐 阳光后几部的这个主题曲 还有主题歌 包括里面的音乐 这个都是他写的曲的词 写了很多 老百姓也很喜欢 这是我们在幕后一直是经常不露面的 所以说来到今夜有戏呢 就是说领导人说都得上来 那我们今天就用掌声请出我们的音乐总监 邢迪老师 有请 邢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文齐生未见齐人 原来是北京地平县乐队的主唱 因为这个人呢 有时做节目很少参加 嗯 不说话 往在屋里干活 嗯 以为他是哑巴呢 全主的高人都在这了 咱们大伙一块来 咱们热闹热闹吧 你们这最后结尾不讲笑话吗 我们今天可以不讲笑话了 可以唱歌 我们这个唱的比说的好听 好 好吧 那就唱那个谁唱他写的那歌叫阳光的快乐生活里那个去年那个主题曲 好啊 这就点了题了啊 阳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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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懂了 不要再 来个妞了 这是我的生活 也是您的生活 打开电视 您看到的就是现实生活 我记得自行说 哎 您小卧车里面说 一天到晚 忙来忙去 都是为了生活 赚钱可别玩命哪 嗯 日子得慢慢过 不错 要是整体垮了 老婆孩子的全走内邮车了 是吧 我这么试试港板啊 您一正一大拨 那床子改大 现在座 您未必有我乐 不错 颠싸 谢谢 杨毅老师 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我们的阳光的爱情故事 他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做客我们的 oh My Tonigh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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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rms empowerment的估扰 toc 您这三位真是大家归宿 冻的 冻的鼻涕流 刚没事 你该醒醒 拿点纸 来来来 拿点纸来 给力军拿点纸来 之前天心卫视的一个什么节目 你还去当会嘉宾你记得吗 对 有一年一个国际时辰 一帮外国女的跟着炒菜 你在这也去了 我在这主持 对呀 你这去当嘉宾你好 对对对 还听跟那个外国妇女聊天来着 听不懂 我给他倒口都没用 太多新鲜了